大哥 你不能把东西带走 郭总不在 您不要为难我 这是我表姐的公司 我拿点东西怎么了 大哥 还是等郭总回来再说吧 这我也做不了主啊 哎 我说你个臭打工的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谁让你偷偷跑去我家拿东西的 谁让呢 喂你呢 说话呀 是我让他去拿的 怎么 有问题啊 郭总 您可算回来了 这 没事 你先下去吧 好的 老板 你跟我过来 表姐 你怎么能随便让别人去我家呢 这要是丢了什么东西 那可不好说了 不对吧 小林 这本身就是我自己的家 我让别人去自己家里 拿自己的东西 这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呀 哎呀 表姐 那房子我已经住那么多年了 再让别人去我家拿东西 怎么也得提前跟我说一声吧 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 也没人接呀 行吧 下次呀 再去的时候 我提前跟你说一声 这些礼品 你要是喜欢 我就送给你了 但是我记得 你对海鲜过敏 还有你胃也不好 不是不吃月饼吗 哎呀 表姐 是这么回事 我弟弟小谷 也就是你表弟 他过两天 不是要领女朋友来家里做客吗 人家大老远的来了 怎么着 也得给人家弄点海箱嘛 这不去哪买都一样吗 你这哪是买呀 你这是明强呀 算了 既然你喜欢 就拿走吧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你就先回家吧 我这还有事呢 表姐 我还真有个事啊 要通知你一下 我打算从我住的房子里搬出去 把那套房子呀 留给你表弟 当回房呦 小林 这就是你做的不对了 那个房子 本身就是我的房子 我让你住 也是因为你是我表弟 你怎么可以把我的房子 随便给别人住呢 姐 那怎么能是别人呢 那是你表弟呀 再说了 你结完婚以后 你就搬出去住了 那房子 空着也是空着 就给你表弟 当回房用呗 几年前 你就用这样的借口 跟我说赞助 好 这一赞助 就是八年 现在更离谱了 说都不合我 说一声 拿着我的房子 去送给别人 哎呀 表姐 你那么有钱 你又有那么多房子 费给我们这些穷亲 一起计较那么多 干什么呀 再说了 这房子 我都住这么多年了 我说搬出去 就搬出去了 你都不住了 你还计较那么多干什么呀 我跟你计较 这个房子 我给你住了八年 你给我交过一次房租美 水电费 物业费 交过一分钱美 我给你住是因为情分 我不给你住 那也是我的本分 这个房子 我让你住十年 二十年 那都是我的 小谷他结婚 让他自己买房去 和我有什么关系 行了 快别啰嗦那么多了 不就想要钱吗 行 我没给你 我说你这话 又是什么意思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那房子是你十几年前买的 那时候也就五十万吧 这十几年过去 怎么也有折旧费吧 那就三十万 明天我就把钱打给你 我们呀 不欠你的人情 你给我站住 你还跟我算起账了 我告诉你 我那套房子 同小区 同面积 现在最少值一百五十万 你拿三十万 就想跟我买房子 还谈什么折旧费 那可是别人住过的二手房了 你还给我算这么清楚 你算什么亲戚啊 你还真提醒我了 我那套房子 住进去的第一个外人 是你吧 那我应该是不是 和你算一下折旧费啊 那我不管 我就明告诉你 那个房子的钥匙 我已经换了 灰房呢 也已经在布置了 你如果不同意 那咱们亲戚也没得做了 好 很好 这连亲戚都没得做了 那就请你 明天从我的房子里 给我搬出去啊 过那 你非要这么绝情是不是 我给你住我的房子 八年 那是我的勤奋 不是本分 也得接着 得寸进尺 也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今天还好 是我请你搬出去 到了明天 那可是警察 把你赶出去啊 你 你给我等着 你是绑架的人 你放了我的魂 姐 你什么意思啊 一家人你都坑我 我坑你 什么意思呀 上个月 我从你这拿了一批货 本来是十万块钱的货 你跟我要二十万 一家人你都坑 你还是人吗 你这么说 我就更不明白了 我之前是出于信任你 才一直在你这拿货 也不问价格 可是前两天 我听我老婆的朋友说 这批货 十万块钱就可以拿到 而且还有的赚 你不是说 你一分钱不赚我的吗 这怎么回事啊 少回 外边的人什么样 我不了解 但是我是你亲姐 你可是我亲弟弟 我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 我怎么可能骗你呢 行了 你还在这狡辩 我今天呢 过来就是公知你个事 以后 我不从你这拿货了 还有 咱们 没必要做姐弟了 哎 少回 你别让人骗了 我被骗 也跟你没关系 姐 你帮帮我吧 我是真的没办法了 没办法 你也去找别人吧 我帮不了你 姐 我可是你亲弟弟呀 你可不能不管我呀 你还知道我是你亲姐呀 你忘记你上个月啊 是怎么跟我说的了吗 我那不也是被我老婆那群朋友给骗了吗 我也不知道他们会套路我呀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 你一直以为不是我也在玩套路吗 我一分钱都不赚你的 而且你还感觉我有问题 姐 你就借我一批货吧 我老婆朋友他们卖给我那批货 全是残次品 我拿出去卖 全遭到了客户的投诉 而且 我那十万块钱 全投进去了 也回不来了 我的店铺 也快倒闭了 亏了就亏了呗 就当那十万块钱呀 买了个教训 再说 当初我苦口婆心的劝你的时候 你说我要害你 姐 就这么点小事 你至于专注不放吗 难道 你非要看着我破产 你才高兴吗 当初咱爸妈 说上学的时候 只有一个名额 好 我把那个名额 让给了你 你去上学 我去打工 供你上学 后来你从国外读书回来 说你要开店 好 我给你铺面 给你职员 我这些都不在乎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后来你说 要用我的货源 好呀 可以呀 我用我所有的渠道 去帮你 一分差价都不赚你的 我没想着让你回报我这个姐姐 但凡有一点不满意 你就破口大骂 当时外面那些人 说什么你全都信 还要和我断绝关系 就这样 你还和我谈什么姐弟 姐 我那不也是被他们给蒙蔽了吗 你那不是被蒙蔽了 你那是不懂得感恩 不懂得知足 人心不足 舌通向 把我对你的好 当成理所当然 而且 一文不值 姐 你别这样 我怎么样了 你还是请回吧 我这还挺忙的 与其和你这个白眼狼来这废话 我还不如多想想赚钱的机会呢 送面呀 我们也别联系了 我没你这个弟弟 我出去啊 你是绑架的人 你绑了我的魂 魂在其中 哎呀 这个怎么办呀 走 过去看看 小伙子 你这是什么情况呀 怎么在我车前头哭呢 老板 对不起 我刚才骑车 这样去医院 看我身边的母亲 不小心把你的车给撞了 要不 要不行 你看看你的车 我得给你赔多少钱啊 什么 车刮了 刮哪了 就这儿 这可是我们老板 昨天刚提的新车 你居然划了那么长一道子 今天你要是不赔钱 你别想走 好了 单秘书 我看他是个小伙子 也不容易 再说咱们的车也没刮多大 小伙子 我看车也不严重 没什么事 你就走吧 老板 这不太好吧 没事 你快走吧 谢谢老板 谢谢 单秘书 快帮扶扶车 谢谢 谢谢 走吧 喂妈 你的药费 我一会儿就送过去了 你在医院好好待着 安心养病 走 我们过去帮帮他 我就算砸锅卖铁 也要把你的病给治好 哎 好好好 小伙子 小伙子 你刚刚撞了我的车 为什么不直接走了呢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 不允许我一走了之 我要是就这样走了的话 我的良心过不去 小伙子 你可真是个善良的人 来 这是我的名片 你拿着 以后遇到什么事 给我打电话 谢谢老板 我还要去医院 看我的妈妈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啊 老板 你的心可真好啊 我给你点个赞 我告诉你 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走吧